学校老师将一支支快塞四季发给学生 在全国确诊数屡创新高 快塞四季取得不易的情况下 金融市长刘昌宣布 将针对孕妇、新生儿及12岁以下孩子发放快塞四季 针对本市12岁以下的孩童 新生儿还有孕妇、妈妈 发放快塞四季 12岁到0岁配发三季 新生儿跟怀孕的妈妈配发五季 刘昌也亲自到学校了解快塞四季发放情况 刘昌表示 金融市政府排除万难自行添购10万剂快塞四季 考量12岁以下的孩童还没有施打疫苗 因此决定将这得来不易的防疫资源 发给12岁以下孩童、新生儿及怀孕妈妈使用 根据防疫还有传染病的专家的一个建议 家庭群聚里面是我们儿童懒疫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保护儿童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家里面的成人 能够把疫苗打完三季 另外就是随时监测家庭成员的一个健康状况 我们突破了万难 终于自行采购到10万剂的快塞四季 考量12岁以下的孩童还没有打疫苗 因此我决定把这个宝贵的一个资源 优先配发给12岁以下的孩童 新生儿还有包括怀孕的妈妈 5月20号当天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已经先将快塞四季 配发给各公私立小学 再转交给到校学生 为到校学生则从5月23号起 由家长到学校领取 至于0到7岁的儿童 怀孕妈妈及新生儿 则在5月底前 攜带顾口名簿 妈妈手册或新生儿出生证明 到各区护证事务所领取 那我们本市的小学生呢 总计是有15,022名的学生 那0到7岁的儿童呢 有18,081人 合计是33,103人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总计将会发放 99,243剂的快塞四季 那所以我想我们金融的资源 比起双北来讲非常的有限 不过我们尽一切的努力 来守护我们的孩子 对于金融市政府主动购买快塞四季 发给幼童与孕妇的做法 家长也非常认同 因为小朋友在复课的时候 必须要先快塞阴性 才能够回去要上课 那今天是刚好收到市政府 发的这个快塞剂 对家长来说是很方便 就不用自行再次购买 谢谢市政府送给每个学生快塞四季 对我们家长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我就不用再花时间 然后特地每天七早八早 然后去要职排队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政府为家长的着想 牛昌希望透过快塞四季的发放 协助家长监测家中成员的健康状况 小朋友如果有疑虑或有症状 就可以及时使用快塞四季 确认是否染疫 家长自己也可以使用 希望避免家庭群聚感染 共同守护孩童的健康 金融加油 记者张琪腾金融报道